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肖和唯独进去以后 把秦朝的档案 宫廷里面的档案资料 把它封存起来 保存起来 因为这就是掌握了这种信息 治理天下的这些资料 这些资料 这些信息 这就是节约了自己在收集信息的这种成本 我们经常说的 我们对以往的制度 按照秦制 所谓汉称秦制 汉朝的大幕制度是继承秦朝的制度 一些具体的官制 没有什么变化 那么这个 所以把它的图基图书 把它的规章制度都保存下来 继承下来 这就是我们说 一个社会有了制度 哪怕是旧制度 率由旧章 是吧 按旧制度办 按老规计办 这个节约 你重新收集成本 重新进行博弈的这样的成本 所以呢 制度就会阴寻下来了 阴寻 在一个王朝里面 我们经常又说 萧归潮水 是吧 那么也是这样的 为什么要萧归潮水呢 我相信我没有他比他 我相信我不如他聪明 对不对 我相信他先列祖列宗 是吧 那么这个皇帝没有 你看皇帝没有刘邦高明 宰相没有萧和高明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只有按照过去的来 是吧 这样的话 还有像我们经常所说的 祖宗之法不可变 我们一提到这个变法 反对的人往往说 祖宗之法不可变 这里面有它的合理性 因为祖宗的法律 前朝的制度 它所沉添下来的是 历史的智慧 它总是这个民族 经过反复的集体的理性选择 积累下来的智慧 或者说 积累下来的 它反映的是 人们已经习惯了的行为模式 有的行为模式 不在于好坏 很多行为不在于好坏 不存在好坏 大家习惯了 不惹乱子 就是好 适合的制度 就是好 合适的行为模式 就是好 所以呢 这就是说 我们说 这个帅游旧章 这个 祖宗之法不可变 哪些该变 哪些不变 这里面要分层次 我们过去一提到 祖宗之法不可变 这是保守 保守有保守的道理 有时候 这个我们个人的智慧 甚至我们这一个朝代的 这一个时代的智慧 都比不上历史的智慧 对吧 所以有时候 你要认真地对待 这是百客在 总结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说告诉我们的 法国大革命也好 五四运动也好 1949年以后的 尤其文化大革命 对传统的这种破坏也好 那么它告诉我们 那么我们要想建立一个 新的理想的 改善的制度 那必须呢 既成传统 必须在认真对待 传统的基础上 认真倾听传统 遗留下的智慧 这个基础上 才能建立 是吧 一种沙滩上 不能盖楼 在废墟上 在一张白纸 还真的不能写 最新最美的头发 就制度 就制度建设而言 就社会的秩序而言 所以呢 这是这个 我们说 我们可以列举像这样的 路径依赖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一些重大的偶然性的事件 历史的发展变迁 往往呢 我们一直用这个话 大风起于清平之末 一些偶然的事件 所谓的蝴蝶效应 偶然的事件 这个会引起一些 连锁的反应 形成某种模式 所以在历史的 制度的演变过程中间 一些蓄极性的事件 一些偶然的事件 当时的统治者 当时的决策人 他并不能知道 自己的行为的后果 是吧 他自己也并不是有羽毛的 但是呢 人类在偶然的行为当中 误打误撞 忽然 那么通过这个行为的后果 忽然发现 这样一种方式 这样一种模式 这个对他是有利的 那么效益最大化 那么就会重复的 进行这种模式 这还是说一种 这实际上偶然的事件 在这个意义上 就是一种制度创新 好的制度被误打误撞的 试验出来了 它就会产生一种 繁殖的能力 移植的能力 一个强大的复制功能 对吧 比如说 我们看到在汉武帝 设内朝 雍正皇帝 说设立军机处 都有这样的特点 他觉得这样很管用 他觉得这样来治理办法 很管用 我以后就这样办 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 我们处理一些很难缠的 很难办的行政事务 这个慢慢的通过这样的方法 觉得很可以化解矛盾 很可以缓解 那我们下一次就这样做 按这个模式就这样做 对不对 另外一个就是加强皇权的需要 为了强化权力 既需要秩序 又需要破坏秩序 权力 这就是权力本身的运动性格 那么阿伦特在讲专制 我觉得当然他对 我觉得这位 他其他后来的书很理性 但是在批判 这个法西斯主义起源的时候 那么他讲到权力的运动性格 这个他主要讲的 极权主义的权力运动性格 但是在我看来任何权力 不运动是不可能的 没有不运动的权力 运动 所谓的权力实践 这是权力的本性 一个权力不运动 就不叫权力 所以这并不仅仅是 当然也许我对 你们可以看 法西斯主义起源 这个极权主义的起源 那么阿伦特的讨论里面 似乎过分地重视 法西斯主义 因为他这里面讲的 当然他是另外 他是从这个意义上 那么一个极权主义 法西斯主义 它的本质就在运动 不断地制造运动 来存在 靠运动来维持存在 但是其实我们就权力的角度讲 任何权力都是靠运动存在 所以他呢 我前面说了 制定制度 颁布法令制定制度 这是专制权力的一种运动方式 但是呢 我颁布完了以后 怎么样 我破坏掉 我废掉它 这也是这个权力运动性格的表现 一样的 从上到下一样的 一个院里的领导 他今天这样说 他讲完了以后 他说可以 他说废掉就废掉 他说行就行 这都是他的权利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为什么经常说 我们要分析下权力以后 就不着急了 是吧 一把手往往总是反复无常的 这个呢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错 这是权力本身的问题 如果不反复无常 他要遵守一定的规矩 这就不叫一把手了 是吧 所以这就是你要 你要仔细分析 比如说你就不气了 你着急什么呢 所以你 所以当一个副院长 真幸福 对不对 他这个 就是他说了怎么样 他领导说了 他刚刚开完会 做了决策 说这个事情 绝对不能做 这个体力 是无理的 然后再找来个 底下一公关一找 他也说 这个事情看来 我们可以灵活处理 你说行 当他说是的时候 说不行的时候 你也说行 当他说行的时候 你也说行 这就奇了 这就没矛盾 那么就是 所以我们 咱们研究权力的这个性格的时候 对我们做官 尤其当 怎么当好副职啊 当副职学 我们搞一个 是吧 这个还是有好处的 是吧 你仔细想想 当然我这样说 不是巧合 因为在我看来 这个这本身 是和不是都蛮无聊 都蛮 没有多大意义 这个常规的工作 是吧 所以呢 他愿意试就是 他 这个 这个 当一帮手 人家就是玩嘛 是吧 对不对 这个就是 这不是哪个人的错 我 就是说 你在外 我们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我 我说对了 你看这多过瘾 是吧 我说对 就是对 但是我 接了 五秒钟后以后 我就说 这不对 这就好了 所以那你 你从围观的 这个权力现象 可以看到 这个宏观的权力 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权力 权力的存在 一定是在实践中间 而不在于 他做出什么决策 做出适合不是的决策 不要紧 重要的在 他不断的决策 所以 这个从底层 从围观层面 到宏观层面 都是这样的 是吧 这个 比如说我们看 李登辉上台以后 是吧 蒋经国 他接受 蒋经国的班 他上台以后 他的人事变动 他隔两天 他上来以后 可能 比如说 他可能会把一个 最不适合管文教的人 搞到 去搞文权 最不适合管军事的人 搞军事 但是不要紧 我过两天 我再搬过来 我过两天再变过来 但是 我的权力 就是 就是通过这个玩的 是吧 权力 要不然的话 我想让谁生 就谁生 想让谁降就降 我来回倒等 这就是权力 所以呢 这个 仅就这一点上说 它是 这就是权力的规则 我们通过这个 这个专制 这个权力的分析 当然这方面 在专制权力 它呢 由于它没有制度 没有 最重要的 一切专制权力 因为它没有最高的 法律限制 所以呢 它得废除法律 制定法律 它同时又是废除法律 它是一个反腐败者 但它一定也是个 鼓励腐败的人 是吧 所以我们前面讲了 萧和 这个萧和不腐败 想不腐败都不行 对不对 因为你不腐败的话 对他说 你的名声太好 他就不舒服 是吧 你的大臣道德太高尚了 皇帝搞得 显得不高尚了 皇帝很拥手 那就不行 所以我们看到历代的 有时候 皇帝身边的 如果你太高尚的话 往往就不行 就倒霉 所以万历皇帝 这两天正在放 几个台在放 万历首府张居正 是吧 这个皇帝身边 搞一个永远正确的人 他不敢放肆 他不敢放松 活得多累啊 是吧 所以呢 等他轻正以后 长大以后 所以张居正倒霉是必然的 这个 乾隆皇帝 我们看到一些野史讲 乾隆皇帝 当然 大家都批判和珅 都攻击和珅 那么这个 乾隆皇帝也知道和珅不堪大用 也知道大家都讨厌他 但是没有办法 所以有一次乾隆皇帝就说了实话 就是说呢 当然你们说的都对 按照都对 但是意思是说我也是人 你们得留个人陪我玩玩 和珅可以逗他玩 像个哈巴狗似的 很舒服 你其他的人在他面前表现的正能君子 对他的意志是一个很压抑感 不舒服 是吧 所以这就是说呢 这个 我们说 这个 他为什么会 纵容 纵容这个和珅 纵容其他贪污 他知道他贪污 是吧 那么所以 这就是说呢 这个 专制制度下的这种 随意性 非理性 同时当然也是一切权利 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利 他的本性 他的运动性格 那么使他必然是在 会存在反复无常的问题 会存在了不断的 破坏制度 又不断的建立制度的这样的 实践当中 运动当中 这是一个 我们说制度创新的一些因素 另外一些危机的事件 重大的危机事件 都会出现制度的变革 是吧 我们看到的危机 这个中国历史上 几次大的制度的变革 它的上层 比如说像这个 汉朝汉武帝时期 为了对付内部的 这种 反正割据的问题 外部的 修奴的压力的问题 所以会导致这个制度的整个的调整 那么到唐朝 到中唐时期 安始之乱 是我们说一切 这个唐代由盛转衰 为什么是安始之乱 我们在制度上也可以看出来 一切问题 来源于这个中唐时期的 严重的内外危机 那么外有这个强敌 游牧民族的压力 内部呢 是这个黄泉受到挑战 是吧 权力受到挑战 那么这个各地的这个 在镇压 安始之乱的过程中间 各地的将领 那么他们的坐拥实权 形成和中央分庭抗力的局面 使得黄泉没有了 可以说统治者 他的信心上市到极点 缺乏信心了 对外有压力 内部呢 那么可以说是 到处都是敌人 那么动不动就 那么你要不满足他的需要 就公开的叛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怎么办 只有太监 这样的对新人太监 对中唐以后的整个的军事 政治体制 乃至于这个其他的行政体制 都发生变化 所以太监掌握了核心的军队 太监掌握了操纵了政治 这样的唐代的体制 这样就整个的形成 那种太监 这个干政的局面 所以这就是 那么现时连带的有很多 又比如说 我们说在中唐以后 国家的职能 在这个严峻的压力下面 他不但得萎缩 像唐朝这样一个强盛式的帝国 它的机构非常完整 是由于它呢 作为一个圣唐 它的功能啊 它的这个统治职能是非常完善的 完全的 是吧 一个正常的国家 要管外交 要管教育 要管人们的道德思想问题 什么都要 还要有一些这个装饰 还要有一些能够粉饰太平的 这些一切东西都要 类似于我们今天要 今天要办个这会 明天要办个那会 都要搞 但是到中唐以后 一切很多东西都成了不及之物 因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如何维护这个政权的存在 维护存在怎么办呢 两件事情 兵和财 怎么样打仗 怎么样敛财 于是 整个国家机构的运转 就围绕就是这个 怎么样征兵 怎么样征发钱粮 赴税 所以一切机构 最后其他都废掉了 是吧 我们还搞什么 还搞什么这些礼仪制度 还搞些什么 这些按部就班的行政程序 都不要了 在危急时期 我们要打破这些常规的制度 这些常规的制度太慢了 一切都简化为怎么样收割钱财 怎么样调集兵力 维护这个统治的 这个基本的运转 所以功能 萎缩 功能比较单一 导致了他的整个机构 其他的机构的瘫痪 或这个变形 所有东西就是这么 所以一切官员 宰相有时候出使 也是带一个粮草转运使 本来宰相是管全国的大事 现在 这个押运粮草就是大事 所以宰相就跑去干了财政部长的事情 对不对 这个又干了兵部的事情 所以这个机构就是 机构和职权之间的关系 就非常的混乱 所以就是一个危急时期 所以这个危急的时期 也可以看出来 要处理危急 总要有一个中枢 所以像这个内朝 像军机处 都是这样的处理危急的中枢 那么 所以这个看到 我们看到在政治里面 就是这样一个规律了 一个国家面临的危急和压力 会使他的体制 那么发生大的调整 原有的体制很多会瘫痪 在这个正常的行政程序之外 他会成成新的这种快速反应的 灵敏的机构 短小精干的 像军机处这样的快速反应的核心 所以使得其他的机构 可能就会被废为前 这个闲潮 这就是我们通过 对于这个 这当然只是一个初步的检讨 对于这个 两千多年中国的 这个中枢行政机构的演变 那么提出这样几个 尤其是我们做了一个概括 就是他的一些特点 这个机构的重复繁衍 是吧 而且呢 是不断地循环的 每一个这个 所谓的核心的行政中枢 宰相机构 尤其是 都是从皇帝身边最威贱的官职 发育出来 那么从他的不断地成长 发育出来 发育出来 那么他一旦取得了正式机构 一旦这个机构很成熟之后 往往发育 那么在机构呢 都是正义品的 正义品的机构 那么这个发育到这样以后呢 他就没有持权了 因为他已经远离黄泉了 那么再来不断地重复发言 造成这个中国几千年 这个机构的重叠 所谓的食阳酒墓 叠床驾屋 机构不断地繁衍 那么这里边 他反映的是这个 专制国家的一些 很多深刻的基本矛盾 那么这个 他要通过这个繁衍 调试和环境的关系 他要通过这个繁衍 不断地繁衍 来调试和 这个君主和大臣之间的关系 矛盾关系 那么这里面呢 它的几个因素 我们大致上可以知道 有几大因素 会导致它的继承和繁衍 这是我们前面讨论的问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